7月3日,海南首批从澳大利亚进口的1785头活牛 经过10天的海上运输,顺利抵达海南马村港 这批进口的澳大利亚活牛经屠宰加工后 主要供应海南、广东、广西三地市场 据进口商海南华澳畜牧业股份有限公司介绍 本次进口的澳大利亚活牛主要品种集中在 安格斯牛以及西门塔尔等优质品种 2020年下半年,该公司还将计划引进五船澳大利亚活牛 规模达到1万头左右 海口海关副官长敖碧强在当天举行的 进口活牛抵岗仪式上表示 首批1785头澳大利亚活牛成功登陆海南 打响了海南自贸港建设总体方案公布后 零关税进口商品的第一枪 中澳自贸协定签订之后 它是分三到五年的时间最终把这个关税清止到零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赶上这个零关税 实际这真正是我们的第一批 也是正好赶上我们自贸港这么个红利 也是赶上我们这一次把这个活牛引进到海南 同时,姚明表示 希望通过海南自贸港政策的逐步实施 享受自贸港红利 日后可以以更低的成本引进澳大利亚活牛 我们现在目前海南华澳的首批的牛 我们是不需要缴纳这4.8个点的清关税用 然后而且我们只需要 目前只需要缴纳9个点的这个国税增值税这方面 后期可能根据这个自贸港的这个情况啊 我们可能后期这个9个点的这个国税也可能会被免掉 下一步,海口海关将不断优化海关监管流程 为项目顺利通关做好海关应有的保障服务 同时,海口海关也将加强与相关部门同力合作 在检疫准入、检疫审批、风险评估、现场查验 隔离检疫等多个环节 致密动物疫情疫病防控网 严防重大动物疫病传入 坚决把住进口食品安全观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